我們第六講談南方 主要是談南方 我們第七講來講北方 這個後來統一中國的是北方 講到南北朝時期北方軍事的發展 第一個大家會出現的印象其實就是撫兵 就算你對中國歷史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大概多多少少也聽過撫兵制 因為這個是不斷的被提及的一個制度 為什麼因為撫兵制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一種軍事制度 你看在很多人的這個文章裡頭大家很容易看到 那撫兵制就是在這個北朝的時期創立的 這個據說是從西魏時代開始建立 所以西魏創立的撫兵制 這個被認為為中國日後的統一打下的基礎 他也樹立了一個後代羨慕的神話 為什麼叫神話 因為這個神話 內容是這樣就是 政府不必花錢養兵 卻有一支戰鬥力堅強的軍隊可用 所以我叫他神話嗎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不相信這件事情嗎 因為我們現在都認為是那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對不對 你做什麼事情你要得到結果都要付出代價 這個我常開玩笑說這個 什麼叫做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最好的例子就是謝思宴 你知道你們以後請老師去參加謝思宴對不對 理論上謝思宴啊就是我 我是老師我坐在那邊吃一頓對不對 可是錯了 每次謝思宴 你在吃之前你一定大概要先講話啦 然後要不然就是學生會設計一些遊戲來整你啊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 天下沒有白吃的謝思宴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情啊 說政府不必要花錢養兵 說維持一支軍隊不要付出什麼代價 不用花什麼錢 可是呢這個軍隊可以可以這個很好用啊 可以幫你打仗啊 我想我們現在不會相信這種事情 我們認為這是神話 可是很不幸的啊這個 或者也沒什麼不幸啊 可是很有趣的啊 這在中國歷史上 有相當長的時期 很多的讀書人相信這樣的事情 輔兵這個詞它其實在文獻裡頭早就有 在威靖時期 這個輔兵這個詞早就出現 他原來歷史就指軍府之兵 就是將軍府的軍隊就叫做輔兵 好軍府他可能指的是一個將軍府或者一個都督府 那到了西位的時候 輔兵才變成一個特殊的稱號 特殊專指一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一般而言我們認為這個制度 他在西位出現 那西位他是一個有先輩人建立的政權 所以這個制度應該是跟游牧民族原有的軍事傳統有關 就他應該不是一個漢人的這個發展出來 而是這個游牧民族發展出來 那游牧民族的原來的軍事體制是什麼呢 因為那種民族的軍事組織 基本上都相當的類似啦 就是說你看到不同的游牧民族 可是他們軍事組成方法都非常的簡單 怎麼說呢就是就是部族 因為游牧民族他們本來的組織方式就是很簡單 就是部族 就什麼事情都是以部族為單位 所以學者就稱游牧民族的這種軍隊的體制 叫做部族兵制 一個部族就是一個軍隊的單位 就是部族即軍隊 軍隊即部族 就是一個部族的部族長 他在戰爭的時候就帶領他的下屬去上戰場 這個就變成一支軍隊 所以士兵跟將領他們本來就是屬於同一個部族 只是平時這個大家是一個部族 到了戰時的時候就變成了一支軍隊 如此而已 這種組成方式到後來 比方說你後來看這個滿洲人的八旗制 其實所謂八旗制其實就是八大部族所組成 就是這樣都是一直 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差別 你看到這個在十六世紀的滿洲人跟這個 西元這個四五世紀的這種 這種鮮卑人 匈奴人 他們的組成方式都非常的像 那講到輔兵的成立 我們說是西魏成立的輔兵 那我們還是要追溯一下 為什麼北魏會分裂 形成東魏跟西魏 北魏是在西元五百三十四年分裂 西魏是由一群軍閥組成 他們的軍隊主要是以六政的鮮卑為主 什麼叫做六政的鮮卑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北魏這個政權我們說鮮卑人 鮮卑人擺在這邊 然後他們移居到進入中原 他們現在第一開始的據點是在平城 就是現在的三西的大統 他們在這邊 那你有沒有看到在這邊有一個長城 在地圖上有一個長城 這是在西元四百二十三年所修築的 為什麼這個北魏政權要在這一年修築一道長城 主要是因為當鮮卑人 他們本來在這個地區活動 然後他們進入到這個往南方走以後 他們原有的地盤就被別的遊牧民族所佔領 而這些遊牧民族就構成了北魏的編幻 所以他們要修築長城來抵抗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變對不對 就是說他本來是個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是不定居 不定居就不築城了 只有定居民族才會築 那這是鮮卑人進入到 往南走以後接觸到中原的文化 所以他們開始變成定居築城 所以他們也開始築城來對抗其他的遊牧民族 雖然他們自己原來也是一個遊牧民族 然後現在轉變了 好他們一方面在這個平城的北邊 修築長城來對抗敵人 另外一方面又在長城之北設立了六大編政 這六大編政就變成這個北魏的這個邊防的要地 在這邊屯住重兵來保衛這個在南方的中央政權 北魏歷史上的大事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 那各位在中學都已經學過這個對不對 孝文帝漢化要追求這個 讓自己變成中國人變成漢人對不對 這一方面改姓是把自己原來的拓拔的姓改成圓 這個一圓兩圓的圓對不對 改姓圓然後這個跟漢人通婚 那一方面他把他首都從平城遷渡到洛陽 平城在這裡 洛陽在這裡 光從地圖上看就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你看到這兩個地方直線距離就那麼遠了 更何況當時要遷渡在一個這個 沒有什麼現代化運輸設備的時代 要做這樣的一個大工程 這的確是一個這個龐大的 這個大概只有這個中國這種極權制的國家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把首都遷那麼遠 遷渡以後的這個北魏政權 就跟這個北部的邊政更為的疏離 因為距離時代太遠了 你想像在這個一千多年前 這個沒有什麼現代化的交通通訊設備的時代裡頭 中央政府跟這個北方的六大邊政 就變成非常的距離非常的遙遠 這樣的遙遠不只是在現實上 其實也在心理上 為什麼因為遷渡到洛陽以後的 這個中央政權很快的 接受漢人的文化跟佛教的文化 就一方面他們開始學習這個 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那一套 這個那一套生活方式 另外一套接受了佛教的文化 那這兩個文化都跟 鮮卑人原有那種上武的文化 有極大的距離 這個我們說過傳統中國文化 基本上不重視武的 那佛教更不用說了 因為佛教藉殺生對不對 那可是這些北方六大邊政 仍然很在軍事上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們是直接去幫南方的中央政府抵抗 這個北方強大的其他的遊牧民主的壓力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批鮮卑人留在這裡 他們沒有隨著政府南遷 他們必須留在這裡 因為他們要承擔這個重要的軍事任務 可是他們逐漸的跟南遷的中央政府 越來越疏離 他們越來越覺得南方的中央政府 越來越歧視他們 比方說本來你在這個北方立了戰功 你就可以到中央政府來任職 你可以得到升遷 離開北方 這個誰喜歡住在北方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這個南北的物質條件 當然差距很大 這個洛陽是這個中原文化的這個核心區 經濟也比較發達 那個這個平成 是這個比平成更北邊的山西北部 是一個這個經濟上相當落後的地區 對不對 那對這些人來說 如果他們可以這個立了戰功 都得到升遷到朝廷為官 這個當然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 因為南方的政府越來越覺得 這些人除了會打仗以外 什麼都不會 可是對於南方的這個 在南方的中央政府而言 他們他們越來越覺得說 你要來當官 你至少要會讀書啊 會寫文章啊 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那個 中國傳統的那個 這個讀書人的那一套價值觀念 那最後的結果就導致了北方的叛變 這些人越來越覺得這個 他們跟中央政府疏離 所以我們就起來叛變 而這 這個 由六政發動的這個叛亂 就導致了北魏的衰落 他沒有直接滅亡北魏 可是 從六政開始叛亂之後 整個北魏就陷入一連串的內戰 最後導致了這個分裂 變成這樣子 好我們看到這上面有一張字 他說西元523年 油然入寇 油然就是當時北魏最大的這個外患 油然 溫柔的油自然的燃 油然入寇 然後呢這個六政禁叛 這個北方的六政叛變 然後這個就從此導致了這個 這個一連串內戰 然後在西元543年北魏正式的分裂 那你看這一張地圖 東魏跟西魏看起來兩個差不多大對不對 分裂以後兩個看起來差不多 可是到底哪一邊的實力比較強呢 要不要判斷一下 東魏強還是西魏強 光看地圖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東魏 東魏 好為什麼 光看地圖怎麼樣可以看出來東魏比較強 城市比較多 城市比較多 好 這個是非常好的答案這樣子 這個是光看地圖 我看那個地圖上的點多 點多就代表城市多對不對 點多就是城市多 城市多就代表人口多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都沒有城市 那個地方跟沒人住嘛 那個地方是那個非常荒涼的這個 草原地帶對不對 好 這邊也都沒有沒有沒有點啊 沒有點 好 所以 東魏比較強為什麼 因為東魏所佔領的地區 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地區 好 那西魏 好 它地圖上看起來面積很大 可是它有一大堆地方都是那種 那個什麼 鳥鳥不愛會下蛋的那種地方這樣子 好 地圖上看起來空空盪盪盪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就是 就是這個連鳥都不想去那邊下蛋對不對 何況人呢對不對 好 所以西魏它真正具有核心的 這一塊地方 好 就是現在的陝西 南部 好 跟河南西部這一塊地方 是它真正的核心區 其他地方都 畫地圖上好看而已啦 好 沒有什麼用 好 所以相較於東魏 好 西魏 的 情況是比較糟糕的 西魏人口比較少 人口少 軍隊其實也比較少 好 所以它一開始的時候 好 我們說了 西魏這個政權 他們就是一群軍閥組成 然後這個軍閥的領袖叫做宇文泰 好 他帶領一些軍閥 然後組成了這個這個政權 好 那這一群人他們主要的 兵力呢 就以眾 好 這個元 過去居住在這個六正地區的這些賢卑 因為這些人散戰 然後一開始西魏的軍率也不夠 也不多 好 他們分屬六個駐國跟十二個大將軍來統帥 好 就他們的軍隊的組成是這樣子 有六六個駐國 然後每一個駐國手下有兩個大將軍 然後構成這個軍隊的組成 那其實這個六駐國就是六大軍閥 就跟宇文泰一起建立政權六大軍閥 那每一個軍事單位其實就形同一個部族 那就是像傳統他們在六正時期那樣子 像一個部族一樣的關係 所以 士兵跟統帥之間的關係很密切 這個十二個大將軍他手下的這些軍隊 其實基本上就跟他同一個部族的人 那宇文泰為了這個建國的需要 我們說了 因為他的這個國家的核心區 是在現在的陝西南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所謂的西州的核心區 就是據說周文王周武王 其實也不知具合 事實上 周文王周武王就在這個地區發跡的 對不對 建立了周朝 所以呢 這個宇文泰他很聰明 他就把他的國家比赴於過去的州 他依賴一批士族 這些人擁有豐富的經典的知識 他們就說 他說我們為什麼現在有六住國統兵 他說因為州里說天子有六軍 所以他說我們現在也是啊 我們也是六住國 我們的國家的建立跟州里是一樣的 我們是要繼承州的傳統 他們做這樣的宣稱 他們把這樣的一個六大軍閥 組成的軍事的體制去比赴於州里中的天子六軍之治 然後假借西州的傳統來建立他們的政權 可是事實上呢 這六個住國所統的軍隊的數量其實是很有限的 其實根本是不夠的 雖然這些人善戰 這些先輩人善戰 可是要穩固的建立政權 他勢必要跟這個關隆地區的漢人 這個就是他這個帝國的核心區 這個過去的關中地區 陝西南部 以及龍 就現在甘肅東部這個地區的 漢人勢力來結合 特別是543年 這個宇文泰跟 東衛的政權的主導者高歡 這個進行一場大戰 結果大敗 大敗而回 他軍隊損失慘重 所以就在這一年為了補充軍隊 他原來的這個鮮卑軍隊損失非常的大 他就開始大量的招募官榮蠻佑 什麼叫做蠻佑 還記得那個呂佐跟呂佑嗎 對 佑對不對 佑是有錢人住的 這個 這個到了這個時代 這個 中國已經不是有錢人住呂佑的 這個沒錢人住呂佐 可是這個概念還在 所謂的佑就是指有錢人 好就是 財大氣出 也就是說 招募在這個官農地區的有錢人 地方上的領袖 有錢有勢的這些人 讓他們加入到軍隊一頭 你說為什麼當兵要找有錢人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對不對 這個建立好的軍隊 一定要想辦法讓有錢人進來 有錢人身強體健能作戰 所以在543年的時候 西魏政權開始大量的招募官農的 好友這些有錢有勢的人 進入軍隊裡頭 所以他們的部隊已經從 由鮮卑人為主 變成一個湖漢混合的戰鬥群體 這個就是所謂的俯辟 宇文泰 這個 擁立一個這個 拓拔式啊 就原式的這個傀儡皇帝 建立西魏政權 那個皇帝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 誰 cares 他傀儡嘛 我們只記得宇文泰 然後來宇文泰的兒子 篡位 這個把那個小皇帝給宰了 然後建立了這個北州 可是有趣的是 宇文泰的兒子 雖然建立了北州政權 自己當了皇帝 可是這個 這個國家 國家 政治軍事的大權 卻不是在他的手上 掌權的是誰呢 掌權的是叫做宇文戶 這個戶士的戶 他是宇文泰的職子 他真正掌權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從西魏到北州 皇帝都沒權 這個大權都旁落在這個 這個一個全臣之手 那這個現象一直到北州五帝 即位以後 把這個全臣宇文戶給宰了 皇帝才真正的控制的軍隊 然後你看到皇帝控制軍隊以後 很有趣喔 他在西元573年 北州五帝把宇文戶殺了 然後自己真正掌權以後 他就在這一年改諸軍軍事為士官 募改信充之除其限級 你們看到 再一次的擴大輔兵的規模 而且把這些士兵的稱號也改變了 叫做士官 什麼叫士官 就是士衛天子之官 也就是說他在這一年 殺了過去掌握輔兵的全臣宇文戶 然後他拉攏這一批輔兵 所以名義上把所有人都升官 這些人本來叫軍士士兵 士的意思是士兵 他現在說你們不叫軍士 你們現在的名字叫做士官 所有人都變成一下子 從士兵變成軍官對不對 然後這就是一個 這個在名義上去拉攏這些伏兵 強調你們是士衛天子的 你們是屬於我皇帝的 你們是跟我皇帝有親密的關係的 然後你們都是官 然後另外一方面 再擴充這個規模 招募百姓 來加入這個府兵 然後請注意最後一個 就是除其縣級 就是加入府兵的這些百姓 他就沒有州縣的戶籍了 也就是說 加入軍隊的人變成一群特殊的人 他們不再受到一般地方政府的管轄 他們不再受到一般政府管轄 因為他們是開始受到軍隊的管轄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時候的府兵 他是一個專門負責作戰的群體 他是一個在這個國家裡頭 一群特殊的人 你知道加入他 你就不等同於一般的平民 你變成了士官 你就不是一般的平民 你不再受到一般行政單位 州縣地方行政單位的管轄 你只受到軍隊的指揮控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你說當初他們分裂是南北的越來越疏離 那為什麼分裂到最後的房間是東西的分裂 好問題啦 這是一個好問題 一開始我們說的是 這個 南北的問題 這個洛陽在這裡 本來是南北的問題 為什麼最後變東西 這是一個好問題 那這個主要的原因是說 我說為什麼會發生北方的叛變 是因為南北的疏離對不對 可是在歷史上 分裂建權的建立 常常是因為地理因素所造成的 是地理因素 就是說一開始雙方會發生衝突 發生戰爭對不對 戰爭導致國家的分裂 對不對 比方說我們就說抗戰結束了 國共內戰 對不對 打一打打一打 為什麼最後分裂成海峽分治 變成隔著台灣海峽對峙 其實它就是地理因素造成的 就是說戰亂 戰亂打一打打一打 然後形成了 這個分裂政權相對而言 就是比較穩定了 那政權為什麼會穩定下來 它常常是因為自然環境去形成一個疆界 讓敵對的雙方在這個自然 自然形成的疆界上面 形成了勢力的均衡 所以造成分裂政權 那你看到這一條線是什麼 其實就是黃河這樣走 走到這邊核桃 這邊彎了一個大彎 然後從這邊南下 這個疆界線就是黃河 它為什麼 它其實是陝西中間有一條黃河這樣下來 東衛西衛就是隔著這個黃河對立 所以為什麼會變這樣 其實它是因為自然環境所造成 就是說分裂政權的形成 它常常因為天然形成的一個疆界 然後這個疆界因為人不太容易去跨越 所以就雙方的勢力就會在這個疆界上面對立 就像台灣海峽為什麼 為什麼隔著海峽分支 因為台灣海峽太寬了 不容易跨不過去對不對 就這樣 所以你在歷史上常常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就比方說在中國歷史上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地區經常形成分裂政權 就是四川 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說因為四川它對外交通不變 它在自然環境上面 在一兩千年前 它因為對外交通不方便 所以它很容易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權 是這樣的 就是說造成分裂的因素跟它最後的結果不一定是符合 這是因為政權的形成往往是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 是 原本的六政就能把他們已經失去他們原本的六政 對 因為他們叛變 所以他們南下 然後之後就是一連串的戰亂 然後這些六政的人就其實是各奔陣營 就是其實東衛也有一批是六政的軍人 西衛也有一批 是變這樣子 還有什麼問題 是 所以不是說西衛在被東衛打白之後 招募了一些蠔友嗎 對 他們是漢人 那他們是用什麼辦法去招募的 就是不清楚 大概就是用錢 對 可是因為文獻上面沒有詳細的記載 他只說這個木官農蠔友 大概就我們不知道細節 對 對 猜測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不外乎金錢跟官位吧 猜測只能講 就是因為文獻 這個時候中國傳統文獻的問題 他就給你一個字 然後其他所有的細節都沒有 好 我們剛才講到北周五帝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為這個他一方面結束了北周全程干政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然後另外一方面他在西元五百七十六年這個滅了北齊 這個一般史書也都歸功於他 即位以後擴張撫兵擴充撫兵的數量 然後最後這個造成北魏的這個軍軍事力量大增 所以在五百七十六年滅北齊 統一了中國北方 可是他在統一中國以後很快就死了 五百七十八年他就死掉了 他死掉的 死在什麼時候他發動對北方 他去攻打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 就在這個出兵北征的過程上面就病死 所以這個皇帝這個你可以看到非常愛打仗 統一了北方以後要去對抗這個游牧民族就因此而死 然後他的兒子繼位叫做宣帝 這個人有精神病 頭腦不太正常 剛好跟他父親是一個良妻 非常的奇怪 喜歡亂殺人 然後不過兩年以後就死掉了 不過據說大概不是正常死亡 可能就是他殺人太多就被人家宅了這樣 大有這個史書其實還非常的不清楚 可能是跟他的岳父楊姦很有關係 就是這個不太清楚啦 反正我們只知道說他就到580年死掉 然後他的政權就落入他的岳父楊姦的手上 楊姦是誰呢 他說他是一個漢人 他說他自己說他是一個漢人 他說他是東漢民族楊政的十四代孫 這個大概是假的 恐怕是一定是假的這樣 就是說在這個時代 這個亂任祖先是非常非常常見的事情 尤其這些游牧民族進到中原以後 他們開始改姓漢人的姓氏 然後就任一個有名的漢人做自己的祖先 所以到底楊姦楊姦是不是漢人 其實不太清楚啦 這個不太清楚 一般史書是說他就是他是漢人 可是他其實住在哪裡 住在武川鎮 那六鎮我們說過他其實主要是先卑人為主啦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問號啦 不就算他真的是漢人 其實他這個家族長期也都跟先卑人通婚 其實他是不是漢人 對我們現在來說不是很重要 大概在我念書的時代在二三十年前 這個這件事情被認為很重要 就是我還記得我以前這個中學念書 那個教科書還特別強調說 這個楊姦這個 這個串這個北洲建立誰 代表了中原政權從胡人的手上 重回到漢人之手 這個教科書還特別強調這一句 你知道嗎 那個時代是民族意識比較強烈的時代 就是一定要強調這個政權從胡轉為漢 回到漢人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在這個時期 這個胡漢的關係是非常非常混雜的 然後胡人自稱為漢人這個非常的常見 這樣的現象其實一直存在 一直要存在到哪裡到唐夢五代 進入中原的胡人都要任漢人做主線 這個現象就跟後來的元跟清就不一樣 後來蒙古人進入中原建立原 他們就不再任漢人做主線 後來滿洲人也不是 他們就說他們是艾勳覺羅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他們一直說這個這個 他們不再說他們是漢人 可以一直到五代 五代有四個政權 對不起五代有三個政權 後唐 後進跟後漢 這三個政權的建立者都是胡人 他們是沙陀人 可是他們都用漢人的姓氏 比方說後漢的劉之遠 後漢政權建立者叫劉之遠 劉之遠說他是劉秀的後代 他明明是哈陀人 可是他當皇帝以後就說對不起 我是劉秀 東漢光武帝的後代 然後他就跟大臣說 他說我要幫我建一個廟 我要祭祀我的祖先劉秀 大臣傻眼 為什麼大臣傻眼 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祭祀 天子七廟 就是天子在祭祀的時候 他有七個祖先 他把七個祖先可以蓋廟 因為中國認為這個祖先 傳統中國的觀念是 祖先是不可以一直去祭祀的 為什麼 人跟人之間的親情 是會隨著時間而疏遠 這中國人傳這個是在這個 傳統儒家 就是這個先情儒家的這個概念 親情隨著時間而疏遠以後 你就跟你的祖先不會有關係 所以中國以前人追溯祖先 只到五代 為什麼只到五代 因為五代以上 就你不能再說 你跟你五代 那個離你時間太遠了嗎 那個超過一百年 你還跟說 我跟他是有親情關係 這不合理 所以就不再祭祀 清淨則情淨 就是說你跟他因為關係太疏遠了 時代太久遠 跟他已經沒有感情了 所以你不要再去祭祀他 就是說 所以孔子不是說 非其鬼而祭之殘也 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要去祭祀 所以一般的人是五代 天子因為他不一樣嘛 對不對 他特別 所以他有七代 他七個廟 追溯到他七代的祖先 那問題是那個劉之元當皇帝的時候 已經是十一元十世紀了 他說他要去祭祀 那個十一元一世紀的這個祖先 這怎麼辦 對不對 所有人都傻眼 可是皇帝很堅持 所以這個最後 那些文臣 終於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幫他蓋了一個 中國歷史上 這個以前沒有出現的廟 那個廟叫做始祖廟 這樣 幫他去 他說你一定要記在你的始祖 好吧那你就去祭祀吧 這完全不合谷理 就是這個 可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 這種勇武民族任祖先 去認出來的一些 這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他一定要堅持 那當然 隨著時間的發展 尤其到了宋代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 祖朴文化的興盛 所以傳統中國那種 親近而情近的概念 其實就發生了改變 各位 如果你家裡還有祖朴 你去看那個祖朴 往往都會 追溯你的祖先是誰 那一追溯都是很長 都是非常非常早的 然後各位如果去讀祖朴的話 發現你的祖先都很偉大 你的始祖都很偉大 沒有不偉大的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都是去編出來的嗎 很簡單 對 這個 你不要以為是現在才這樣子 在宋代就這樣子 宋代的人說 宋代的人就說 他說那個在宋代的時候 所有姓李的都說他們是那個 李堂皇室的後代 這好玩 為什麼天下全天下的人 到了宋代以後 所有姓李的 他們祖先都變成李堂皇室 對不對 就是貿認嘛 這個 我還記得有一次 這個我有一個朋友 他姓李 然後他太太居居然消遣他 他說你知道嗎 我先生是隆溪李氏 他說隆溪隆溪 那是胡人的地方 這傢伙是 是有胡人的噱頭 我說你搞不清楚啊 隆溪李 那是李堂皇室 那是李先生是帝王後裔 這樣子 這個 不過我是沒有跟他講 我說 我反正所有姓李的都是 都是帝王後裔啦 因為你現在看到在姓李的 幾乎都要跟你說是隆溪李這樣 沒有辦法啦 這個就是說這種 這種 任祖先 任一個這個 前代的有名的祖先 你看這個楊堅就這樣子 所以當然這個人是胡適漢 但我們現在看起來不是很重要 不過 你可以看到 這個人能夠起來掌權 其實是跟兵權是有關係的 他就是一個 六政的後衣 六政人 然後他爸爸 他的父親就是原來西位的十二大將軍之一 所以 這個家族長期就跟這個軍隊是有關係 所以他後來起來奪取政權 然後楊堅繼位的九年之後 中國復歸統一 在西文五百八十九年 這個城被消滅 兩百多年的中國分裂 至此忠告結束 統一的到來 代表的戰爭的減少 戰爭減少了 軍事的體制 當然要隨之改變 所以在統一的第二年 就是開皇十年 隨文帝楊堅 就對於府兵做了一個重大的改革 他下令現有的府兵 編入州縣的戶籍 請注意我們剛才說了 在北周五帝的時候 牧百姓充之除其限制 對不對 你加入府兵以後沒有戶籍了 沒有州縣的戶籍 那到了這個時候 府兵又恢復了州縣的戶籍 那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是因為這個大環境的改變 這個過去府兵要經常的 投入戰鬥 東奔西跑 南征北角 他怎麼可能 他有戶籍幹什麼 到處移動 現在國家統一 戰爭減少 所以軍隊開始固定駐紮在一些 軍事要地了 他不再是一再流動 所以他現在可以有戶籍 那邊入到戶籍之後 這些府兵也跟平民一樣 他們可以得到政府的壽田 這是因為這個時期 隨還是實施這個軍田制 成年人可以從政府得到壽田 這個就是政府分配土地 這個你只要成年了有耕作能力 政府就分配一塊土地給你 所以府兵重新都邊入戶籍以後 就開始跟平民一樣 可以得到政府的壽田 在過去很多的學者都認為 隨文帝這樣的做法 是讓本來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府兵 獨立於一般平民之外的府兵 重新的回到了平民的生活 重新回去耕作 耕種因為他們開始得到壽田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這樣的一個做法 代表府兵變成了兵農合一 他們得到政府的壽田 他們雖然是軍人 他們還是要壽田 所以他們開始耕作 所以府兵變成兵農合一 這樣的推論在我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軍人得到了政府的壽田 從其量只代表這個軍人變成了地主 他變成地主 他不能因此推論他就是農民 除非他有耕作的事實 他才是農民 對不對 今天政府要分派一塊土地給我 我也很高興啊 你過一塊農地好啊 那你說我去耕作嘛 那我變成學農合一 還是叫什麼農教合一 對不對 沒有這種事情對不對 我的工作是在學校裡 然後我不會因為我得到一塊農地 然後我就就會去耕作 不會嘛對不對 這些人的職業 他們的主要的工作是軍事啊 他不會因為他得到的壽田 他就說 那我對不起啊 我要請假回去耕田啊 你打仗的時候不要叫我 這樣 不可能這樣子啊 對不對 他們就是軍人啊 他得到的壽田 這塊田可以給他們的家人耕作 他沒有家人 他可以僱人來耕作 他可以把他乘租出去 讓別人來耕作 他重其量變成一個地主 對不對 我覺得 因為這樣就推論 府兵 在隨帶 說這個開皇十年以後 府兵就變成兵農合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沒有什麼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說過了這個 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同時兼有兵農兩種身份 這個其實本來就 就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不過這樣的改變 就一直被繼續下去 唐代的府兵基本上就沉寂了隨帶 重要的調整大概只是在一些這個名稱上面 這個 比方說這個管管這個府兵的官員的名稱的改變啊怎麼樣 從實質而言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是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 就是在隨帶跟唐代 府兵制度實施 可是不是所有的軍隊都是府兵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過去的學者 他談到隨帶談到唐代 所有的軍隊他跟你說那個就是府兵 在我們現在看起來這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府兵沒有這麼多 原因很簡單 國家統一了 政府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軍隊 府兵是常設的軍隊 他們常設的軍隊 他們囤住在 某些地區 他們是常設的 國家統一了戰爭減少 政府不需要那麼多常設的軍隊 那可是當政府要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時候 進行大規模戰爭動員的時候 他們會去臨時動員一些軍士兵 這些士兵不是招募就是強徵 比方說隨揚力增高力 據說動員了一百萬的軍隊 隨文力兒子隨揚力 攻打現在的朝鮮半島 據說他調動的軍隊超過一百萬 那你說那些都是府兵 怎麼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那些絕大部分的軍隊 都是臨時的招募 或者其實只有強徵 名為招募實為強徵 你看那個文獻裡頭記載說 當時的人為了躲避 政府的強徵就自斷手腳 就說這個要抓人去當兵 這些人不願意去當兵 就把自己的手砍斷 看你我沒手了 你叫我去當什麼兵 這種事情 所以不是 隨唐時代 不是所有的軍隊都是府兵 隨唐如此 唐太也是這樣子 這個唐太宗曾高麗的時候 他也去打朝鮮半島 然後他就很驕傲的跟他的大臣講 他說我現在曾高麗需要新的軍隊 他說我招募十個來一百個 招募一百個來一千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軍隊 都是臨時去招募 就要發動大規模對外戰爭的時候 軍隊的主體其實是來自於臨時的徵集 或者招募 那府兵到底是做什麼功用 這個我們用唐代的例子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說隨唐時代的府兵 都是已經是 就是他們囤住在 這個固定在一個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軍事軍隊團組織 軍隊團體 他們的分佈 以唐代而言 非常的不平均 絕大部分的唐代府兵 都分佈在 分佈在關內道跟河東島 那為什麼 因為這是唐代皇室的根據地 我們看一個表 這表弄得有點 資料有點多 可是我們只看這兩行 就是圓府術跟真補府術這兩行 我們只看這兩行就好 其他都不要看 那個太複雜 做太複雜 唐代分成十個道 關內、河南、河東、河北 這十個道 我們只看幾個道 第一個關內道 它的軍府術 最初是271 後來增加到285 河東最初142 增加到169 這兩個府加起來 就超過了全國府兵的總數的一半 對不對 你看到全國總府數是565 這兩個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半 後來增加到從500多增加到600多 658 這兩個加起來超過一半 所以一半數以上的府兵 只分佈在十道中的兩個道 很多地區的府兵非常的少 比方說江南 兩個後來變五個 里南三個變成四個 我們從地圖上來看 府兵分佈在哪裡 第一名跟第二名就這個 其他的地方特別是南方 廣大的南方 加起來的軍府不到十個 非常的少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分佈 其實就是跟這個 府兵的性質有關係 就是在唐代 府兵主要提供的功能是防禦 就是屯住防禦 府兵他們主要在分佈在 離中央政府就是長安城 唐代的首都長安城 離中央長安城 鄰近的關內跟河東這兩個地區 以鞏固這個中央政權的防禦 他們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輪返到京城 來執行數位的工作 來保護京城的安全 因為京城都囤有重兵 他們是輪流來服役 按照你距離京城的距離 比較遠的他時間久才來一次 比較近的他來的次數就會比較多 按照這樣的功能 輪番的來服役 這些府兵分散在各地 他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輪流執行防禦任務 他們事實上也沒有辦法快速的動員 因為他們太分散了 五六百個府分散在不同的地區 你要短時間的動員他們有困難 因為你不像現在啊 什麼什麼現在要動員後備軍人 就什麼廣播啊網路啊電視啊對不對 大家就來報到了 那在這個1000年前這個每一個軍府你派光派人去通知 就已經累死了對不對 這個不太可能 那沒有辦法做短時間的快速動員 所以政府要在短時間召集大量軍隊的時候都是徵兵 比方說太宗嘛對不對 他打高麗要短時間時間 募集大量的軍隊就是 去徵兵 不要靠府兵 動員一部分府兵 可是其他大量的是來自於徵兵 那府兵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就是按照政府排定的這個時程 輪流來執行這個數位的工作 都不然因為他沒有辦法臨時的動員 他最好的辦法就是按照表定的時間 就跟你講說好 你今年在什麼時候要徵集你 然後你要到哪裡去執行這個勤務 都幫你排好 到時候這個整個折衝府 跟屬於折衝府的這個府兵 就按時來徵集 然後去執行他的任務 他的好處是 他可以提供政府一個長期而穩定的兵員 就是因為你都已經知道 你就是府兵嘛 你就是要當兵 你要知道你什麼時候要去服役 他可以提供這樣一個長期穩定的兵員 而且府兵呢 他們基本上是要負擔自己的軍需 就是他們很多隨身的軍需 都不是政府提供的 比方說弓箭啊 盔甲啊都是自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要維持這個府兵的負擔也不是很重 因為這些東西你都自備 那這種自備軍需的這種做法 其實也是遊牧民族的傳統 遊牧民族他們平時就有馬匹啊弓箭啊 這個因為他們平時要狩獵 然後到戰時就騎著自己的馬 拿著自己的武器上戰場 然後這個我常說這個 各位讀木蘭池對不對 這個木蘭池其實反映的就是這個 北方的這個北朝的這個軍隊的一個組成方式嘛 我們都知道木蘭池是北朝的民歌 後來到唐代改寫 然後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對不對 那大家還記得 花木蘭要去 要這個阿爺吳大兒 木蘭吳長兄 這個然後他要代父從真 然後他代父從真之前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對東是買駿嘛西是買鞍堅對不對 南是買配頭北是買長鞍 也就是說你要當兵之前第一件事情是shopping 因為你要自備這些東西 你不shopping不能去 還記得我們說嗎 這個府兵都是找蠔佑去當兵 為什麼要找蠔佑 蠔佑才有錢去shopping啊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有錢 木有錢人當兵 而且讓他們自負這個軍需 那對政府而言 維持這個府兵的成本 也不是非常的大 這個是府兵的長處 也是這樣的軍隊 在隨代統一中國之後 他能夠繼續存在的一個 重要的因素 好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